中国人讲的第一年已经的参与 不高兴啊 从美国的 不是有问到吗 中美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是怎么回事 就是通过交流嘛 交流 合作 最后交融 那不就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了吗 思想上也是一样 不同分歧永远会存在 因为他人和人是不一样的 一家人他也是不一样的 但是呢 求大同存小义 建立更多的共识 国家之间 家庭之间 家庭内 亲人之间的配是这样 中美关系史 是一部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历史 过去是靠人民书写 未来呢 也要靠两国人民创造 两国各界人士要多来往 多交流 多合作 很高兴啊 同美国的工商界 还有战略学术界的朋友们 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啊 我们能够见面 我欢迎你们访华 在场的老朋友不少 不少人都是去年事业 因为我们在旧金山捡过面子 也有一些新的面子 但是名字还都是熟悉的 中国人讲的一年之计在于春呢 你们是在一个春暖花开的季节 到访中国 当然这个可以寓意 不仅是气候 实际上我们就是在开展着交流 推进着合作 但我们的这些活动 都是为中美关系啊 注入正能量 中美关系怎么样 两国是对抗还是合作 事关两国人民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 中美各自的成功是彼此的机遇 只要双方都把对方视为伙伴 比较相互尊重 和平共处 合作共赢 中美关系会好起来 我恢复您的专业关系 专专业关系 包括专业关系 专业关系 专专业关系 专业关系 专专业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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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几年 这些人的专业 你具有观点 优优优独播剧场—— Contextualizing the future. He feels very strongly, as you know, about a shared community for all of mankind. And he put that in the context of U.S.-China relations. I thought it was very, very compelling and fascinating. President Xi has clearly thought about the biggest challenges in U.S.-China relations. And he's even suggesting ideas about the way ahead, and positive ideas for a new form of great power relations. So I find that all great leadership. And I'm seeing you in the past. I'm excite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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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We'll recognize there's a new form. Thank you. Commissioners.